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以望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如何通过五个小细节去树立完美的形象 那对于我们女人来说,我们走出去都是希望和蔼可亲的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对不对 通过我和观众朋友接触以后呢 我发现很多女孩子特别不自信 然后会说出一大堆的不自信的理由 甚至觉得想给自己树立一个完美的形象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会发现,其实你想在人面前树立一个完美的美好的形象 其实并不难 那我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五个小细节是什么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妆容 其实说实在话,这个世界上人都喜欢漂亮的物品,漂亮的东西 漂亮的人,这是实话,这确实是事实 之前也有人做过调查,说长得漂亮的人确实在人生 比长得不漂亮的人,人生会顺一点 可是现在有化妆啊 我可以说啊,这个真的是一句话说,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啊 我自己化完妆和我不化妆的样子,我自己都吓一跳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如果你以现在这种化妆技巧 如果你再说,哎呦,长得丑,我没办法见人 那就真的是你懒了,不是你丑的问题了 所以化妆呢,很重要,我摆的第一位 因为你化到一个精致的妆,会让人眼前一亮 首先,先让别人注意到你 就像很多人说,哎呀,我别人喜欢,我像很多脱单的女生 别人喜欢的,我要喜欢真实的我自己啊 那你也得先把人的眼球吸引过来才行啊 你也得有机会让别人来接触你 人家才能知道内心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多好的人,对不对 那从一开始你就吸引不来,那怎么办呢,是不是 当然我们也会说,哎呀,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吗 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呢 如果你改变不了,那咱就接受 咱就不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 但是如果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 那为什么不去做呢,是吧 所以我会把妆容摆的第一个 而且呢,我最近经常在研究 哎呀,人怎么样的抗拒比较高级一点了 抗拒比较高贵一点了 我就会发现,如果一个女孩子 哪怕她穿得不够那么档次 但是如果她能画一个非常精致的妆 包括这眉毛修得干干净净的 我这个只是随便擦一擦 人家真的要画得很精致的妆 人家就会感觉,哇,你这个人要求很高 画得很精致,别人就会对你有种很高级的感觉 就是你对自己有要求 所以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就是穿着 穿着打扮 不一定非要超级名牌呀,多么多么贵呀 但是我现在啊,学了我就感觉 衣服的质地 裁剪 还有颜色 它确实能从一些小小的细节当中 会显高级 它会给你的一个穿着 就会让别人一下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甚至会给你打分 这个打分是什么呢 比方说你这个人很有品味 很会配色 看上去很高级 其实都是从穿着打扮上能看出来 当然这个高级不单单是名牌包包 都是logo啊 我都在胸前挂着 不是这个意思啊 而是你能穿出这种感觉来 当然一个人的气质还是取决于你的自信 那我们就来下一个了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笑容 其实我说过 如果你想让别人感觉你是开朗的 大方的 自信的 很简单 就是眼睛非常不闪躲的望着对方 然后给予一个非常温柔的微笑 那这种眼神交流 再加上一个微笑 你就一下子把对方给拉近到你身边来 很多人啊 一般一个陌生人见到你 看到你是微笑的 他愿意走过来和你聊天 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 或者是躲开别人 不看 别和我说话 别和我说话 那别人就 我不要去惹你 你肯定是不想我去靠近你 对不对 所以一个微笑 一个眼神 你就已经把这个人给拉近到你身边来了 刚才的那两个 第一个是妆容让别人看到你 第二个别人会搭量你 对不对 第三个一个笑容 这个人就愿意走过来和你交流 你的一个笑容 把它引过来之后 你该做什么 就是礼貌和善良 是为什么说礼貌和善良呢 因为礼貌是我们学的 对吧 你长这么大 学校也好 家长也好 家人也好 都会交给你 如何做一个有礼貌的人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 但是有的人却选择不做 对吧 所以说 学会如何礼貌的和别人交谈 用词 用句 如何不伤害到别人 给别人留面子 说话有分寸 这属于礼貌 这属于礼貌 为什么说善良呢 善良是选择 OK 那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选择善良的去对待这件事情 处理这件事情 还是恶狠狠的 还是坏的 说人坏话的 你的言行举止 已经在暴露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当你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 你是懂礼貌的 你是善良的 你就会给别人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别人给你的评价是 这个小姑娘不错 这个小伙子很懂礼貌 而且心地很善良 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那第五个是什么 再深入一点 就是交往了 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任何一个人第一印象 你可以给别人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对不对 但是交久了 你就会知道谁值得交 谁不值得交 是不是 那第五个我们应该做什么 很简单 你只要做到这两点 第一 做事有责任心 第二 讲信用 其实我们平时都说 哎呀我们学做人呢 怎么样树立好个人形象啊 怎么样搞好人际关系啊 其实就这两点很重要 就是做事负责任 第二 就是讲信用 当你和别人交往 一起做事 一起处理事情的时候 当你说好了 这个部分是属于我的 我答应你怎么怎么做 我就一定要做到 这就是讲信用和负责任 而如果一个人 你能在这段人际关系当中 所处的事里边 你能做到负责任 讲信用 别人就会觉得 这个人值得交 这个人 我以后交定了 看到了吗 今天我讲的是 小小的五个小细节 你只要做到了 你的个人形象 基本上都已经树立好了 而且你只要照做 你走到哪儿 人人都喜欢你 而且呢 我经常和那些 就是想脱单的女生 男生们都是 我会跟他们说 在任何场合底下 你都是在推销你自己 你的个人形象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说是 这个人都是大妈 都是已婚的 我在他们面前 无所谓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说人家大妈 还有侄子 儿子 孙子呢 已婚的 还有兄弟 还有亲戚呢 对不对 如果你在别人面前 是这种形象的话 谁敢给你介绍对象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记住 在外边 凡是接触人的情况底下 如果你想树立好 你的个人形象的话 就做好这五点 因为当你在不断的 传输你的个人形象的时候 别人就会看到 哇 这个孩子真的好 哎 我有一个更好的对象 我要介绍给他 我有更好的工作 我要介绍给他 人品 OK 你的人品树立好了 你的人品打好了 基础了 你的人生就自然而然 有贵人来找你 你想要什么 别人都会靠近你 因为你是一个 有责任心靠谱的人 每个人都愿意 和你一起去办事 每个人都想要 去和你做生意 你人心地善良 又懂礼貌 别人都会觉得 和你在一起 不会吃亏 所以你只要把我 今天说的这五条 你能做到了 基本上就能轻易的 打开了你的人际关系 实际上这五条难吗 一点也不难 你化一个妆 说句不好听的 你贵的化妆品 你买不起 便宜的你还买不起 对不对 这不只不过是看 你有没有天天练习 练习多了 就化好了 并不难 不会去学 穿着打扮也是 不一定要有 很贵的衣服 但是如果你会挑 会选 你便宜 也能穿出高档次来 第三 笑容 笑容需要花钱吗 不需要吧 叫你哭你就难 笑还难吗 是不是 对着人笑 对着人 一个和善的眼神 难吗 不花钱的 对不对 那礼貌和善良 就是在内在的东西了 那也是来自于你 是不是 那有责任和讲信用 这两个更不用说了 对不对 只要你愿意做 你就一定能做到 所以说 只要你能做到这五条 你就会人见人爱了 好 今天讲到这里 现在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 分享 还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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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